今天进入到主题当中就是我的孩子在挣扎青春期的心理健康 我为什么要想这么一个话题呢 就是当时组织这个青少年课程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就是在我的服侍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孩子他们已经有了这个心理的问题 那已经有了一些的这个情绪障碍的问题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已经就是有自杀边缘的这种倾向 可是父母啊对这个话题呢完全不知道也不也不太了解 所以这个孩子呢就是其实他一直透过各种各样的生活里面的话语也好啊 情绪情感也好啊生活状态也好 跟父母们在讲他需要帮助 可是很多父母完全不知道 我觉得有时候啊我们做父母的啊 有时候会有一个假设 就是认为这些事情可能都是别人家孩子的事情 跟我自己没关系 所以呢就是我去年大概啊不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的家的亲戚 一个十岁的女孩就是 就十岁的女孩就自杀 所以他家里面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个孩子到底 到底为什么自杀 就是特别震惊特别震惊 到现在几个月过去 他们一家人的心情依然如此 那其实啊 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心情很沉重啊 那我也是在这个服饰的过程当中 干预一些孩子 这些青少年离开父母 到美国来留学 然后在这边的学校当中 那本来可能在国内也有一些的 这个抑郁方面的这些的障碍 可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干预 进了大学以后 他们没有办法完成 在美国完成他们的学业离 所以就是是非常让 就是我觉得很痛心 那么当然我在我养育我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也经历过 一会儿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在这个话题面前 我绝对是一个非专业的 我只是从一个做母亲 做这个青少年服侍的这个角度来谈 然后呢有一些的提醒 那也有一些的呢 就是从属灵的角度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怎么样看待孩子 在面对困难这些挣扎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用这个圣经的真理 来引导我们的孩子 所以呢今天呢 这个这么宽泛的话题 我们可能我能够讲到的 就比较集中在这个两个部分 一个是提醒 提起注意 不要掉以轻心 也不要以为教堂里长大的孩子 就不会有心理的问题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也知道 那如果孩子 或者是我们成年人 有心理的问题 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来说 是有极大的帮助 还有极大的一个 帮助我们成长 所以就是这两方面 我希望能够 我们在这个 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 能够有一些的平衡 那今天的内容呢 我会分为三个部分 青春期的一些心理健康 大致的 我知道在网上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信息 我不会讲太多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找 这些相关的信息 还有一些呢 就是青少年呢 他们在这个年龄段当中 比较常见的 一些的心理障碍的挣扎 给大家稍微有一点点介绍 就是抛砖引玉 后面的话就请王医生 他从神经科医生的角度 来再跟大家分享 还有呢就是父母们 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应对 因为我知道就即便是在北美 医疗条件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环境之下 也不是所有的孩子 在这个遇到他们 这个情绪挣扎的时候 那父母意识到 帮他们找医生 或者是我们就没有能力 帮助孩子找医生 那么那那个时候 或者孩子还很清正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另外一个在国内 我想可能现在会越来越好 不过是希望就说 我们父母能够在面对孩子 有这样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稍微有一点观察 和一点点的措施 好 那么第一个话题就是 青春期的心理健康 那2017年 当然这个数据是2017年的数据 就是2018年得到的 在美国的这个高中生当中呢 有一些风险性的行为 那我呢就是把这些 情绪方面的这个风险呢 拿出来摆在这边 当然也有一些性方面的 这个性生活 性交方面的问题 我们上一堂讲过 那今天主要是针对孩子 心理健康 青春期心理健康 所以呢就是 有32%的这个青少年呢 持续感到悲伤或者绝望 那么这个数字 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孩子 当三个当中就有一个 就是他们就是感到悲伤或绝望 所以很多的父母也来讲说 为什么青少年那么多的 那么好像那么多的不高兴 那么多的不开心 那么其实这个数据告诉我们 那这个呢 其实是有一些的这个风险提醒 还有呢 17%的人认真考虑过自杀 这个数据呢 不仅是在北美 在全球认真考虑过自杀的数据 大概我知道的是 在15%到20% 也就是说 那在全世界各地呢 这个数据都有一些类似性 还有呢就是说 孩子们在学校遇到的一些的挑战 被霸凌或者被欺负呢 引发他们的这个心理的 这个健康的这个障碍 还有14%的这个青少年呢 他们已经制定了自杀的计划 所以还有呢 就是14%的这个青少年呢 他们曾经滥用过处方止痛药 所以这些呢 这些的数据不包含成年人 仅仅是高中生 所以呢 这个就是提起我们的注意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孩子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乐 那么无忧无虑 他们有他们的挑战 有他们的难题 那我们做父母的呢 就是不要以为孩子已经吃穿都提供了 还有那么多的挑战吗 那真的是年轻一代 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 不曾经历过的 好 那接下来呢 美国的这个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称呢 心理疾病是15至24岁年轻人的第二大死亡的原因 仅次于意外事故 就是说这个心理疾病 那么心理疾病所带来的可能就是自杀 更集中的是自杀和自我伤害这方面 所以呢 这些数据呢 都告诉我们 就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如果孩子们 就是有一些这个忧郁啊 或者是有一些的心理的障碍呢 我们要及时的干预 那么青少年他们的 所面临的一些挣扎都包含哪一些呢 那其实青春期呢 是人生当中心理危机的一个时期 我记得我们前面的很多的话题都在讲 那青春期其实是人生一个转折期 他们要重新去调整他们的身份 他们对这个道德和信仰的理解 他们对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前面陆陆续续的这个六讲 其实都在讲这些 包括他们怎么样看待这个文化视角 怎么样看待周围的环境 那么更重要的 其实孩子的这个身份的定位 他其实是由他个人的身份定位 来决定了他怎么样面对这个道德信仰 与人的关系 还有文化视角 所以今天呢 在这个话题当中 我们主要是从青春期的这个身份 个人身份 因为很多的情绪问题呢 都是从孩子们对自我身份认知 还有这个认同 这个角度呢 他们没有得到一个很 怎么说他们应该得到的一些的支持 或者是我们可能没有在这方面注意 因为我们华人父母比较注意 孩子的健康 营养健康 那包括我们很在意孩子的学业 这个各样的才艺表演 这个我们都很在意 可是呢 就是对孩子们的这个心理上呢 我们也可能有一些在意 但是呢 对他们这个 个人的这个身份认知呢 我们要给予他们一个 极大的一个支持 那么这个呢 包含什么呢 就是这个青少年 我放了一张图 就这个蹦蹦床 那么这个蹦蹦床呢 就是青少年 他们在经历一个什么呢 他们在经历一个人生极度变化 从儿童变成成年人 他既不是一个儿童 他又不是一个成年人 他就在这个角色的过渡当中 他要寻找他自己是谁 我记得我女儿在这个 11岁还12岁那年 他就 这个情绪的波动就特别大 一会儿就高兴的不得了 就笑啊 哎呀笑的这个 开心的不得了 一会儿又好像又很 忧郁的坐在那个沙发上 那他就跟我说 他说妈妈 我最近跟我的好朋友 在教会里啊 他跟他的一个小姐妹 他们俩就说 我们觉得最近我们好奇怪啊 我们为什么这个 突然间会很开心 嗨的不得了 又突然间这个情绪又会很荡 觉得自己 就觉得自己又很自卑 那我就 他就来问我 哎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那么奇怪 那我就说 其实每个人都挺奇怪的 他说妈 我觉得我不正常 我说其实我们都不太正常 他就 他就说是吗 我说是啊 而且青少年正好 就在这个时间段 其实就是说 当孩子们 跟我们交流这些信息的时候呢 我们作为父母 作为他身边 他信赖的人 我们就像蹦动床下面 这个 这个弹力的部分 当他们荡下来 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奇怪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 就把他们拖起来 告诉他们 这很正常 那大部分的人 包括我自己成长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阶段 一时间就高兴 一时间又觉得很悲伤 很难过 我说这个 而且特别是女性 男孩子都是很正常的 那他就说 好吧 过一段时间呢 那我就开始发现 他就是 变得特别的 就是缩个尖 然后披了一个 穿了一个那个 就是那个jacket 然后戴帽子 把自己 我觉得大家 如果你们有青少年 你们绝对是经历过孩子 有这样的阶段 在教堂里面 是戴个帽子 把自己蒙起来 好像很害怕看到别人 那他们总觉得 别人在看他 在这个青春期的 这个心理过程当中 有一个阶段呢 孩子们呢 他们会经历一个阶段 就是每时每刻 他们都觉得 有一双眼睛在这里 所以呢 这个 这是一段 就是这样特别的时光 我们要理解他们 那其实 有时候他这样 我也跟他说 我说其实我们 也没那么重要 我总是要提醒他 我们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所以呢 就是 就是孩子们 在这个方面 有一些反应的时候 我们可能 不应该是批评他们 你要像在教会 像个样子 如果我们能理解 他们这个时候的 这个年龄变化 我们就可以起到 这个弹跳 扯扯的这个 这个功用 还有孩子 他们很想知道 自己的特长是什么 他们的恩赐 他们有什么地方 与众不同 这些其实这些的问题 都是在帮助他去整合 他自己到底是谁 他如何把自己 呈现在别人面前 他怎么样认识他自己 最重要的是 他认识他自己 那成功的时候 他们会特别的开心 骄傲的不得了 像个小狮子 失败的时候 他们又垂头丧气的 不得了 灰心丧气 所以他们在这个年龄段 就是对成功和失败 那对他们来说 都是加了十倍 不像我们成年人 他们正在经历 就是说 在成功的时候 他们如何经历成功 他们是谁 在失败的时候 一无是处 我怎么样去面对 人生的失败 那么这些呢 其实都是他们 在认识自己的这个过程 还有的 他们的人生使命和目标 我就是在这 一定要提醒 不要以为 我们培养一个孩子 让他的心理健康 吃的好的喝的 然后给他提供好的 这个医疗条件 甚至合理的帮助 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 没有了人生使命和目标 他的人生就是残缺不全的 包括我们自己也是 所以这个快乐 跟我们的人生使命和目标 是相关的 所以基督徒更加是 圣经你说 人没有了这个使命和意向 这个就人 整个人就是没有了 没有了 整个好像我们的这个 后脊梁骨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快乐的人 更重要的是 知道自己是谁 并且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 使命和方向 这些都是在青春期 他们需要父母 身边的成年人 包括牧师 包括好朋友 帮助他们去整合 帮助他们不断的调整 让他们知道 我到底是谁 我的身份是谁 这一点 这些都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做父母 我们现在所在学的这些课程 那都是这个像弹跳床一样 把孩子在这个 他们荡下来的时候 帮助他们有一个承托的力量 那接下来呢 那我就介绍一下 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青春期常见的一些 心理健康的障碍 那第一个呢 就是焦虑症 那焦虑呢 就是过度的不安 忧虑和惊恐 他们很 很就是恐惧 那这个13岁到18岁青少年当中呢 占32% 其中更多比例是女孩 所以这个焦虑 男孩也有很多 那其实这些呢 可能跟他的这个 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呀 社交的焦虑 还有强迫呀 还有这个恐惧症呢 都有相关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焦虑 如果看到孩子 有这个焦虑不安呢 你可以就是 要提起一些注意 另外一个呢 就是忧郁 我现在讲的这些呢 就是在青少年当中 比较常见的一些的心理障碍 还有就是忧郁 情绪低落 感觉 就是这个日常生活 这个什么都没有意思 那我们的孩子 可能常常有些 有些这个父母就觉得 孩子每天都在受无聊 无聊 浑身无力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 如果他长期 长期是这样 一会儿我们可以请汪医生 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 也可以请汪医生 给我们做更详细的解答 那么这个呢 是在13岁到17岁的年轻人当中 占到13% 这个比例也蛮大的 那其中包括这个抑郁症 那有一些产后抑郁 就是说 在北美有很多的这个少女 就是生育 那么也有产后抑郁 还有季节性的这个情感障碍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注意力缺乏 注意力缺失这个 那这个呢 就是发生 现在呢 9% 就13岁到18岁的 对不起 那个 是18岁 13岁到18岁当中呢 占人群的9% 那注意力缺失呢 注意力这个缺失 现在呢 原来呢 好像就是跟先天的大脑 有一些的关联 那么现在呢 我是我是看到哈 也在也在观察 就服饰这么多年 你知道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 确实是增加了 这个注意力缺陷的 这个挑战 孩子们在过多的使用 电子产品 过多的这些网络 就是视频的这个 看的时候呢 这个注意力缺陷的 这个开始越来越高发 还有就是饮食失调 那么就是有3% 也就是100个孩子当中 有三个孩子 可能在他们青春期当中 会经历 那么当然刚才 我们讲的这些呢 都是孩子可能 在某一个时间段当中 他经历的 不是说他一直 都是在某一个阶段当中 那贪食还有暴食 还有就是厌食 所以当孩子们食欲 就是有严重变化的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提起注意 那当然也有一些的并发症 就是不同的心理健康的疾病 可能同时发生 比如说焦虑和抑郁 它交替出现 那也有一些呢 就是心理的疾病和身体的疾病 比如说孩子长期的某一些的身体不好 那么就可能呢 带来这个抑郁的风险 那还有呢就是 还有呢就是精神障碍 就是自闭症的这个 它就是也经常的呢 与这个抑郁症 焦虑症合并的 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些 当然这些心理的问题 通常来说不太会孤立的存在 都是比较综合的 所以判断起来呢 这个比较挑战 所以我们可能这些都是要找这个专业的医生来帮助的 如果孩子有这方面的挑战 那么我们可以在家里做些什么呢 当然除了找医生以外 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在家里怎么样帮助呢 我这呢就是看了一本书 它是这个葛登麦克林 他写的父母该怎么办 就是积极的发展青少年的这个心理 那它呢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 他把孩子这个青春期发展 所需要的这个八大方面呢 那他把它列出来 在这边爱自尊控制能力 知识能力健康道德水平和灵性生活 那么在这个八个角度当中呢 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呢 在爱的方面他们需要亲情 他们需要被接纳 他们需要纪律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青少年父母就是很挑战 要不要给青少年纪律 那个纪律是很重要 他们需要纪律 因为很多的青少年到这个年龄段呢 他们很反抗父母管他们 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又特别的需要有纪律 这个让他们感觉到爱和安全 还有呢这个忠诚感 对家庭的这个忠诚 他们需要我们父母对他的忠诚 对他的支持 另外一个呢在自尊方面呢 他们需要发展的是 殷勤有礼 认同感 欣赏和荣誉感 他们的需要发展出来这些的能力 控制方面呢就是 他们希望就是青少年有可以发展出 有影响力 有领袖的能力 还有这个权威啊 甚至在一个小的团队当中 有他们的这个一席之地 那知识方面当然教育 启发和了解 那能力方面呢 才能这些的训练 才能的训练 包括一些的技巧 那健康呢 包括他的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 情绪健康 那还有呢就是道德水平 公义公平和信任 这个时候是 这个道德水平是青少年在这个三个 公平公义信任这个 这个方面呢是一个比较这个 他们需要发展的 需要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需求 那灵性生活当中呢 我们这个好像似乎在总结 我们前面六堂讲的东西 那灵性方面呢 他们需要知道有神 有上帝 然后有约 就是神给我们这个基督徒 我们是跟神有有空不便的约的关系 那有信心 那有信仰 这个是他们的基本的需要 那当这些基本的需要满足的时候呢 孩子们就呈现出来体贴友善呢 自重还有认同 那他们会参与合作有创意力 他们也可以在知识方面 可以从上帝和人的角度 有很开放 还可以分享 还可以 他们有成就感 有富足感 就是有富足 他们有丰盛的生命 有能力 有希望 喜悦 健康 那么有责任感 有整合的能力 就是变通的能力 善解人意 不自私 那在灵性方面呢 他们可以去关怀别人 他们也可以做见证 他们甚至在教会里可以去服侍 还有 有创造力的服侍 他们被满足的时候 是孩子应该是这样 呈现出来 这样的一个 人生的这个态度 那当缺乏 或者是严重缺乏的时候呢 他们的行为可能所表现出来的 我把这个这么 做了这么复杂的一个图表放在这儿呢 是希望呢 就是当我们发现孩子有一些的行为的 这个表达的时候 大概我们知道他们是哪方面的需求 我们没有给到 所以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判断 比如说冷漠退缩 那可能是我们在爱的表达上不够 还有呢 就是自卑呀 孤僻呀 还有这个控制就是特别依赖 或者是特别的服从 就是没有自己的主见 没有自己的这个 这个自己的想法 那还有在知识方面呢 就是不能确定是非 有时候你会 我们会发现很多青少年 就是说 没有办法明白的 在真理当中明辨是非 甚至他们对知识就是很暧昧 还有能力方面呢 也会表达的比较 就比较淤浊 不快乐沮丧缺乏感情 好什么都不在乎 什么都不在意 都无所谓 还有呢就是厌倦 厌倦还有无宗教生活 他脱离信仰 所以呢 这些呢 那当然严重缺乏的时候 那当严重缺乏的时候 可能啊 就会进到心理障碍方面 可能就要从 更严重的角度是需要干预 需要医治 需要帮助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图表呢 来帮助我们 大概对孩子的这个行为呢 有一些基本的判断 好 接下来呢 我要跟父母分享一个话题 就是痛苦的礼物 就是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通常来说 孩子们在青春期的时候 他的这个经历挑战的时候呢 有些父母就说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那么差 其实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 跟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他们的训练 请同工帮忙 这个痛苦就是在这个孩子经历痛苦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帮到孩子做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课 就是经历痛苦的这个礼物 因为很多孩子他们只知道痛苦和难过伤心 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份人生的厚礼 而且有时候呢 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特别 这个这个 风陌的这个环境当中 当孩子们改到人生有任何的不快乐 都是不对劲的 生活变得不对劲了 有些成年人也会这样认为 可能你也这样认为 当孩子们不快乐 就不对了 他应该是快乐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谎言 不能相信 我们是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知道 这个在这个生活 在这个生活当中 任何一个年龄段 任何一个孩子 哪怕是一个baby儿童 他们都面临着生活当中的这些的痛苦和挑战 所以这个磨练的益处 我们有没有时常的跟孩子们去传递 当他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 他要锻炼力量勇气正义感 还有这些毅力敏感度 包括他们的敏锐性 他们的智慧 我们华人常说吃一千长一智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就想到就是 我父母都不是什么有文化 有多好文化的人 可是呢就是 我的爸爸是一个特别 就是很积极的 很积极的一个人 当我遇到这些挑战 小的时候 记得青春期的时候 有一次我就跟我爸说 不得了了 天哪这个事情我怎么办呢 我没有办法面对 我就觉得特别惊恐 然后我爸爸就说 有多严重 我就说这天大的 不得了的事情 我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我很小就没有了母亲 我跟我父亲长大 然后我爸爸就把我 拉到身边来说 说来 我摸摸你的头还在不在脖子上 然后我就说 头还在 我爸爸就说 头还在脖子上 就没有更大的事情 没问题 你知道这对我当时来说 就是一个定心丸 这是很通俗 我爸爸讲的很通俗 没有什么华丽的辞早 什么什么什么 你不要担心 不要忧虑 一点都没有 他就说来摸摸你的头 我摸摸你的头 还在不在脖子上 你就在 那就没有大事 没问题 一定可以的 可以解决 可以面对 所以 那我们来想想看 我爸就说 那我们来想想看 我们要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去面对 所以其实这个 这对我来说 真的是 我人生当中 一直到我现在 都是我 遇到难题的时候 要想到的一句话 所以其实父母 在孩子的这个 心理的承受能力上 你能给到孩子多少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哪一句话 会对他们来说 产生 一生当中深远的影响 所以帮助孩子 发掘经历 困难的 积极的意义 是非常的重要 我记得在我两个孩子 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都有跟他们 在这方面有交流 为什么呢 因为不要让孩子认为 一旦痛苦的时候 我们就要低迷 就要沮丧 就要停在那 那么在经历痛苦的时候 我们要发现 积极的意义是什么 我记得就是 我的儿子上大学的时候 他就是很喜欢那些奢侈品 他就买了很好的 这什么腰带 鞋子 把他就带到宿舍里面去 这是他人生当时 寻找自己位置 所有的标志性的物品 他当时还没有信主 然后有一天 有一个同学 把他所有值钱的东西 全部一次性 全部偷走 他就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妈妈 我所有值钱的 有价值的东西 全都没有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我的腰带 我的名牌鞋子 我的这个手表 我的钱包都不见了 那他就说 他说我现在就要疯了 那我就跟他说 都不见了 他说是啊 我说你知道是谁拿的吗 他说我知道 我现在就想杀了他 我当时我就在电话旁边 我就听着 我就问他 我就说 你还在吗 他说 我还在呀妈 我还在 我说是啊 我说他拿走的 是他可以拿走的 对不对 他说是啊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说你还有你自己啊 你还在那儿 你很安全 你都好啊 然后他就说 这样好 然后他说是啊 我都我说你都很好 是不是 他说嗯 我说你丢的东西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很重要 他说这是我 我所有的都没有了 我说儿子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你还是你吗 你现在是谁 然后我当时特别感恩神 给他一个一个机会 学习让他扔掉他生命当中 这些绝对不需要的东西 所以他当时就想说 哦 虽然我东西都丢了 好像我还好 所以后来 我们俩就在电话里聊 然后就说 那你要怎么办 他也很生气 当时当然我也听他 他也很生气 啊怎么怎么样 后来那我就说 好像其实也没改变什么 他说后来他想一想 他说是啊 也没改变什么 对啊 我们还在打电话 我们都还好 都还平安 都还安全 所以后来从那以后 他就说妈妈 我学到了一个功课 就是我不再需要这些东西 证明我是谁 我也不需要穿这些名牌的东西 告诉我的同学 我很尊贵 看不到你吗 所以呢 所以呢这个就是 我跟他在这个 经历这个他生活当中 一个极大的困难 那对他来说 就是他人生极大的困难 我们经历 那当然这个四个步骤呢 其实大家可以用 这个主要用在什么呢 你第一次 第一次跟孩子 经历他痛苦的时候呢 那一般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的孩子 在自信心方面 有很大的缺乏 当然这个都是 一些心理医生 他们跟孩子 不是 对 他们这个这些 心理辅导 跟孩子们之间的交流 我也希望我们父母可以 把这些呢 放在心里 一旦我们的孩子 回来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用更真实 用真理的角度来看 他们现在的处境 所以呢 那你可以让孩子写出来 就是说你喜欢自己的地方 你喜欢自己什么 你的优点是什么 你喜欢自己 是个快乐的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经历的痛苦的磨练是什么 那列出你可以帮助你的人 在生命当中 有没有可以帮助你的人 你选谁 那么列出 你在这个磨练当中 所得的益处 这些呢 都对孩子来说 是一个提前的预备 让他们知道 当你经历痛苦的时候呢 经历困难的时候呢 就是你要学习成长的时候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不要被痛苦打倒 要知道这是上帝 给你绝好的一个机会 帮助你成熟 困难一旦有意义呢 这些挑战磨难 一旦有意义 就变得不再一样 我自己的人生 我也是这样经历过来 我自己就是 其实我自己 丽娜你请停一下 我需要mute mute all 然后再给你打开 好了 好 谢谢 好 那其实我自己 在这个人生当中呢 其实也经历 经历了不少的事情 我曾经把我自己的人生 打得乱七八糟 也曾经经历了几年的抑郁 到现在呢 我其实也知道 我是很容易焦虑和抑郁的人 我知道我自己的这个软弱 那但是呢 我相信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 如果困难 痛苦 这些经历如果有意义的话呢 这些我们发现积极的价值 就会帮助我们成为 这些困难去帮助我们向上走 那当然也有人经历了痛苦 那当然也有人经历了痛苦和困难的时候 从此就可能一段时间 他的人生就变得沮丧向下走 所以痛苦有两个价值 一个是可以把我们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可以把我们达到 所以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知道 我们既然相信 永恒当中有奇妙无比的事情发生 那么美 美到我们无法想象 我们也应该知道 在生命当中有破碎 是破碎到我们无法想象的 就是我们要很真实的帮助孩子 知道生活 在生活当中有痛苦 有一些痛苦的经历 是正常的 不是不正常的 所以这个呢 是我要讲的 我很希望我们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互动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跟孩子们互动 那么 我有一些的提醒 就是很多的青少年的抑郁或焦虑呢 会被父母误认为是懒惰 性格与个性的问题 所以有些孩子呢 他其实可能比较抑郁 或者是有一些的这方面情绪问题呢 可能我们会误解 另外一个呢 就是希望呢 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呢 父母不必太紧张 但是呢 要警惕要知道 有可能有些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那么 青少年呢 在青少年当中呢 他们有一些的信号呢 这个是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发出的 那有一些的信号呢 是提醒我们 这个孩子现在需要帮助了 那难以入睡或进食 经常感到非常的生气 或者是非常担心 经常 经常 对他们过去喜欢的活动就失去兴趣 那隔离自己 避免社交活动 迷失或对死亡长时间感到悲伤 他们会对死亡感到恐惧 或者是想到这些会感到很悲伤 还有呢 使用酒精烟草或其他药物 过度的运动 结识或暴饮暴食 伤害他人财产 生活失去了活力 就是他的眼神 你可以看到 眼睛是暗淡无光 还感觉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那有自杀的念头 伤害自己的这个行为 认为他们的思想受到控制或无法控制 甚至有幻听 他们听到一些不真实的 是幻听 所以当孩子们有这些信号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知道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帮助孩子 寻求一些的帮助了 那还有呢 就是自杀 所以自杀的问题呢 是我是觉得 我一定要提 因为我觉得全世界我们这些华人父母 无论是在北美 在中国 在任何地方 都常常听到这个青少年自杀的问题 新闻也好 包括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呢 那是啊 都是都是有经常 其实我我自己是 我我自己其实是人生有两个阶段 我想过要自杀 一个是在我青春期的时候 那时候我觉得我存在完全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就是整个就是自卑到一个程度 觉得活着不再有意义 还有就是在我中年的时候 当时我是因为生了老二以后呢 我就很严重的产后抑郁症 但是我不知道 所以呢 我有过两次 那个是当时的时候 我就是心里有这样的想法 不过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 自杀可以预防 但当时的时候 我当时的有什么信念呢 也还是真的是 我是很感谢我的父亲 那我从小的时候呢 因为我是生长在这个基督教的家庭当中 我很小的时候呢 我的奶奶就告诉我 她就说 她说 她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怕死的 但是呢 我们知道生命是不在我们手里的 我们的生命是归上帝管的 所以我很小的就知道 有一件事情是在我能力范围 就是死亡生死这件事情 这是我奶奶告诉我 后来我父亲也跟我说 他说 你一定要记得 你我们基督徒 我们不怕死 我们也不怕 不怕谈论这个问题 但是 这个不在 不是你权力范围内的 这些都归上帝掌管 这个信念就在我脑子里 所以当我有这样想法和念头 不是说我们给孩子这样的信念 他就不会想 当我有这样念头出来的时候 我知道 我的生命不归我所有 这是我自己的这个心理 那当我儿子15岁的时候 我接到他的电话 有一天晚上 当时我们生活在不在一个城市 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他电话 他说妈妈 我现在在一个大厦的20层楼上面 我现在跟朋友喝了一些酒 我在想一件事情 妈妈 如果我现在从这跳下去 你会怎么想 我拿着电话 我就手就发抖 我不知道当时要说什么 说任何的话 当然我儿子 他那个时候 他也有一些的抑郁 有一些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 他要想到 就是说 从那个楼上跳 而且我们当时在不同的城市 然后他在楼上 就在那个楼上给我打电话 我听到我就说 那你现在怎么想 我记得我就是 我现在都记得那个场面 他就说 他说妈妈 我当时我就想 如果我要跳下去 你怎么办 你现在告诉我 如果我跳下去 你怎么办 我当时的时候 我不敢说任何 一句或轻或重的话 我真的害怕这个孩子 当时我就说 你很重要 你在妈妈心里非常的重要 没有你 我不知道我怎么办 他说妈妈 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 我都不知道 我在你心里那么重要 我说我现在告诉你 真的很重要 然后他就说 好的妈妈 那我 那我现在离开这个楼顶 你知道我就 我当时都就是 一夜 我都真的就是 再也不能入睡了 我就开始重新 就是我儿子的这一通电话 让我开始 做这个家庭服饰 青少年 父母的这个服饰 真的就从这一通电话 开始把我打醒 我就想说 我到底都在干什么 那从那以后 我也是开始特别的 就是跟父母都在提醒 孩子们在青春期的时候 他们在情绪压抑的时候 他们可能有任何的想法 千万不要觉得 跟你的孩子没有关系 所以自杀绝对是可以预防的 是可以的 因为我看到太多 就是孩子们自杀 父母从头到尾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好了 讲到这么这么这么一个压抑的话题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 因为在北美这些枪支 而且现在在网络上 我们也知道 网络上有很多这些 关于如何自杀的这些网站 很多媒体都加剧了 这个自杀的这个话题 对青少年的威胁 那么当然有痛苦的经历 这个父母离婚 亲人的死亡 谈恋爱 恋爱关系的这个破碎 当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 他们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通常都是跟这些人际关系的 破碎有关系 那么自信心受损 在某一个情境之下 孩子们就开窗户就跳出去 还有呢 就是他们在生活的表达上 那当然这些是一个 就是当时激发他 做了这个行为的 一个当时的一个原因 可是呢 可能在这个孩子的这个 生活当中已经很久 他们对朋友和自己的爱好 以前享受的活动 丧失兴趣了 但是父母从来没有意识到 人格的改变 他们突然间性格变得孤单 易怒焦虑疲倦 优柔寡断 或者是很麻木 无动于衷 还有呢 就是行为上的改变 无法专注于生活当中 很恍惚 没有办法专注于日常的这个任务 还有呢 就是睡眠 失眠通常来说 是一个很很重要的提醒 或者是睡 就是一直睡了起不来 一天一天的在床上 还有呢 就是食欲不振 体重 食欲不振 体重下降 或暴饮暴食 还有就是行为的 一些的市场的行为 伤害自己或他人 或者是他们感到 你要听 如果孩子们说 如果没有我 这个世界会更好 没有我这个世界 不会对这个世界 产生任何的改变 没有我 你们可能过得更好 像这样的话 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那或者是孩子失望到一个地步 就是他们完全的没有 没有了信念和信心 觉得这事情永远都不可能改变了 所以这些当然 这些我们看到吗 我们是成年人 当孩子们这样想的时候 他是进到一些的误区当中 所以这些想法呢 都需要我们及时的去面对 所以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父母很害怕说 如果我们跟孩子谈论自杀的问题 会不会促使他们做这件事情 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担心 就是我们越能够让孩子 明白这些心理的障碍 这些自杀的问题呢 孩子们越知道 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 他们越知道 是不是应该求助 所以帮助他们了解这些很重要 所以不用担心 这个就是跟他们谈到自杀的 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残忍了 这父母说 哎呀他们从来都没有提起过 是不是不要谈 要跟孩子们谈起 就是说当他们有这些意识的时候 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求助父母 那么呢 在这里我也给 我对面可能也有一些的青少年 那甚至也给一些的成年人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自己是谁 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这很重要 你的身份呢 你是被上帝所爱的 这些都是圣经告诉我们 那坐在我对面的青少年 孩子们 你如果是在对面 你一定要知道 当你成为基督徒 那一刻开始起 你的身份是全然不同 你有新的身份 你是上帝的孩子 你被上帝拣选 你是被宽恕的 你是上帝的杰作 你是耶稣的朋友 你是被庇护的 不要看这个世界如何的反馈 给你这样的反馈 甚至包括你父母怎么样反馈 你都不必在意 因为人都是软弱的 都是罪人 但是上帝的这个信实 上帝的这个真理是不改变的 所以你的身份很重要 所以我有时候会跟我女儿 开玩笑说 宝贝 你是谁 然后她就笑着说 我是上帝的孩子 那我记得我 我记得我父亲 在他就是 已经躺在病床上 已经到了他人生的 最后的阶段的时候 我就摸着我爸爸的手 我就拍 他病得很严重 我就跟他说 我说 爸爸你是谁 那他就说 他说我是上帝的孩子 他就很平安 很平安 所以呢 这个孩子们 当然 我们的身份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 但是呢 成为上帝的孩子 是最重要的身份 所以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要常常 是我的问题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提醒孩子 好 我现在可以讲 好 现在好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常常 提醒我们的孩子 面对真实的世界 我们要教孩子 面对真实的世界 我们自己做父母的 我们也 从我们的信仰角度 我们也知道 这个世界很美好 但是这个世界也很破碎 所以基督徒靠着 上帝的真理 了解人的罪性 也能够靠着耶稣 基督的这个恩典 怜悯 付出爱的行动 有永恒的盼望 所以这个呢 就是在真理面前 我们才可以真的安定 当然我们也不 也不否认就是 这个心理 等到这个心理 孩子有心理问题的时候 他们需要干预 这两方面要平衡 所以爱是成长的动力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根基上来 大多数青少年的问题 包括一些的情绪问题 都可以 因为修正亲子关系 而得到缓解与改善 另外一个呢 大部分的父母 可以给孩子提供这些保护 遮蔽衣食教育 甚至管教 但是除了无条件的爱 所以当孩子 遇到这些情绪健康问题的时候 他们需要无条件的爱 那无条件的爱意味着 不论你的青少年看起来如何 不论他们的天赋 或者是他们现在的缺陷如何 不论他们的表现如何 他们都是上帝的孩子 我们要从上帝的眼光看他们 能不能ía缓解与改善 不论他们在约上? hoffe,黄尼甭鸣? 这个要命中的